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997涨0.06% NASDA涨37点 涨了0.24% 收在15793 SPY4997距离5000点 只差3点 一般来说 SPY和NASDA最近可能都涨得太快了一点 因此 现在代表恐慌和Gradie指数 连升到了77 接近80 然后相对强度曲线 也到了95的地方 都是overboard situation 因此 一般的判断 可能短线不一定会 能够突破5000点 在这边做一个休息 对长远的市场来说 应该是好事情 当然 我们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 只是 以这个技术分析和 基本面来看 市场都涨得太快了一点 那么目前的美元指数在104.14 美元兑人民币7.12 美元兑日元149.3 美元兑欧元0.93 美元兑欧元一直保持很稳定 但是美元兑日元和人民币都不太稳定 那么国库债券短期 国库债券三个月的在5.38 6个月5.26 一年4.84 两年4.45 五年4.12 十年4.15 三十年4.35 十年债券4.15 和一年的债券4.84 两者之间有大约0.7的这个GAT 还是倒挂 不过比成长时间倒挂的这个幅度缩小了 通常倒挂之后的预示就是经济有下滑的趋势 不过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大概还不至于进入硬着落 也就是经济衰退 大概不会 只是说经济的成长可能会慢慢放缓 用美国经济的GDP来看 第四季度美国的GDP整体成长了3.3 第三个季度是4.9 第二个季度是2.1 第一个季度是2.2 所以去年一般来讲 美国的经济总体成长有3%以上 应该是最近来说最好的 但是今年目前按照MF预测 美国的经济可能走1.5个到1.7个%的成长 会比较差 但是还是正数不是负数 那么另外来看就是 美国比较大家关心的通货膨胀 以目前的CPI就是通货膨胀指数来看 美国的总体的CPI在最近一个次的报告在3.4 核心的CPI在3.9 跟上个月的3.1和4.0比起来 CPI没有明显的下降 其中比较担心的其实就是房屋市场 以及薪水这一块 简单的说就是 美国的失业率非常低 因此人工费现在是上升的 同时 虽然利息上升 可是房地产还是挺贵的 所以房屋市场和就业这两块 占这个通货膨胀两个大约6-70% 它是没有什么下降 上降的反而是一些物价和一些 commodity 因此从这点来看 CPI要很快地达到 Fedal Result 2%的目标 可能没有这么快 因此不认为3月份会降利息 一般的判断可能是5-6月 那么以这个CPI来看 总体来说 12月的上升还是0.3 11月0.1 10月是没有成长 9月是0.4 8月是0.6 上升的幅度有这个缩小的现象 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善 投资人在目前 一方面市场涨得太快 价钱比较高 要居高市委 另一方面目前有一些固定的回收的 和固定fixed的这种 银行的product 它的回收是不错的 有些在5% 有些在5.5 有的在6% 那么在没有风险的情况 取得固定回收5-6 还是一个不错的deer 相对过去一段时间 存钱到CD 只有1%剩余的地方 没有利息 现在能有5-6 算是对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是不太懂得投资人 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是萧银翔 我来电话713-9883-888 谢谢 谢谢